它會有些黑度 告訴你8時早上起床就要喝到這裡 8時到9時要喝的水就在這裡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ay 一天我們一個人為身體健康 喝水要喝很夠的 八杯水 其實大概喝2L的水就適合你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喝足夠也不代表好 因為不要一次過一瓶喝完 最好是分時間喝 將每一天要喝水的份量打散 哪個記得自己有沒有這樣喝 這個瓶好像媽媽那麼溫馨的提示 它會有些黑度告訴你8時早上起床就要喝到這裡 8時到9時要喝的水就在這裡 所以每個小時你都要喝到150ml的水 喝的水就很平均了 喝這個瓶就有1L這麼大的水 但其實喝到1時喝完這個之後 就要再補充了 補充了之後就會在下午開始 2點 3點 4點 喝到晚上7點 這個瓶其實是很強勁的 但其實它帶出來的意義都很大 就是因為我們喝水 身體要吸收水分 像海綿一樣 你在好喝好喝的水分 才再給它喝水 其實是已經遲了 我們應該要保持健康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見字喝水也很重要 每一小時都提醒自己 強迫自己每一天這樣喝 身體的排毒和廢物都會積小一點 這個瓶除了有這麼貼心的提示之外 瓶很漂亮 有漸變色 有很多不同的鴛鴦漸變顏色 我最喜歡的是薄荷漸變綠色 你覺得喝的東西都很清新 而水瓶基本不漏水 帶出外的東西都一定有 它有位置給你勾著 又或者這條繩子拿出外 它的蓋子是這樣彈開 揭開 可以鎖住 小朋友也很適合 我女兒也很喜歡 帶大瓶一點 彈開就可以了 嘴是喝水的嘴 有一個小小的洞 但裡面也有一個隔 這也是隔著什麼呢 有時候有些朋友想放一些水果 就隔著它 每一天喝足夠的清水 以及適量和定時去喝水 對我們身體健康都會很好 我現在夠時間要喝150秒 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新的東西要介紹 記得追蹤我們 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按鈴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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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